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些状况都是当时 我跟教头还有Kim 我们去这个地点的时候 都曾经发生过的 那我们也一再的确认 现场是不是有其他的游民 可能回来这个地方住 但是都没有找到人 现场确实有一间包厢里面 在地板 是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说 那个地方原本是有铺一个纸板 那就是游民他们可能睡在那个地点 而且这一次去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在那个纸板旁边有看到 两三代的那个衣物 可能是有新的游民到那个地方住 那后续还有没有继续在那个地方住 就不知道 因为当天在现场 我们确实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神 脚步声 那就是好像有人进来 那后来丸子去外面看了一下之后 才知道说 是外面有一个算是货车司机 在外面休息 可是他是在车上 因为我们听到的是 感觉外面好像有人 就是车子发动的声音 所以想说是不是有人过来 那那个声音跟我们听到的脚步声 是完全两码之四 就是我们听到的是 拍摄到一半往我们这个地方走 靠近的那种踏步声 各位观众应该会比较想要了解的 可能是关于小贤的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重点也会放在 当天出状况的这个时间点 一开始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小贤他进去的时候就有点不太舒服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 其实他废弃的时间很久 那像这样子的地点 其实多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巨婴的这种状况存在 拍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进去一间之前 曾经有其他探险者也会进去的一间 算是包厢里面 那一间包厢的桌面上 都有摆一些纸烟 那就是可能他们在做感应的时候 烧给好兄弟的 那进去之后 我们就听到外面 传出声音 就是在他那个转弯处的那里 那我跟Kim走出去看 没有看到人嘛 那Kim就说感觉是那边有声音 就在那个当下 我有发现地板上出现了一个碗 那那个碗好像是里面曾经有放过东西 可能是在祭拜还是怎样 就是那个碗 他是非常破旧 那就在那一瞬间 丸子就突然间说 小贤他都不动了 那因为我摄影机是拍前面 Kim当时跟我在外面 他摄影机也是拍前面 所以之后 站在我后方的丸子 他有看到 小贤他是没有动作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转身 进去 要看看小贤他到底有什么状况 结果 小贤他就是突然间 又像以往这样子 他们家的太子 突然间又降价 像这样子的一些状况 其实鬼哥大概都知道怎么去做一个 现场的那种临时反应这样子 那鬼哥就是先让太子降价 降价之后就是来问说 他今天下来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想要跟我们讲 那一下来之后 当天非常奇怪的是 那个香一直点不起来 我们每一次出团 那个香啊 都是用同一包 因为那一包非常大 那都放在我的后背包里面 那其实那个香 都是用同一批货 那没道理 这一次就是他完全 一直点不起来 然后一直吸掉 吸掉之后太子他在 就是要做一个可能施法的动作 那丸子 他可能就是想说帮他点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画面上 就是丸子要点的时候 太子就有点生气 就剁了一下 后来把香丢低伤之后 然后鬼哥重新再烧了一把香 那一把香也是烧了好几次才烧起来 就是烧了两三次 好点起来了 然后才开始给太子做一个处理 就跟以往一样太子降价 都是先保护小贤 那帮小贤做一个护身之后 然后才跟团队讲一下今天有什么事情 这样子 结果我们就是也看不懂太子想表达什么 那后来太子就是腾空这样子画了一下 那鬼哥就是回避 后来鬼哥就突然间跟太子说 那接下来的部分 就我们来处理 然后鬼哥说他懂了 那其实当下我是不知道鬼哥懂什么 因为我在拍其实我都是看摄影集 所以我没有仔细看说小贤 他实际上是在写什么 因为他后来可能有想要写字 那鬼哥说他已经懂了 所以就没有在让太子写 小贤退嫁之后 然后鬼哥就在旁边说 刚才太子写了一个鬼字 如果是比较长期观看频道的观众应该知道 这算是第一次太子降价之后 写了一个鬼字 以往从来没有写过这样子 当下我听到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反应 不过我心里就在想 写这个鬼字到底是怎样 后来我们往旁边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 走过去之后 那时候小贤已经退嫁了 鬼哥就是背对着柜台 然后我是站在旁边拍摄 结果小贤突然间一个大动作 跑到鬼哥的前面 他就说 那边有头 他看到那边有头 我们都是觉得奇怪 没有啊 然后什么 头 就是现场都是空的 哪里会出现头 然后 丸子就是开始往柜台旁边那边过去 结果丸子在旁边那边被吓到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拍天花板 他就冲出来 我就说怎么了 他说 里面地板有东西 我进去看 我吓一跳 怎么会有那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就要还原一下 当时我跟教头还有King 我们去现场的这个影片 因为当时我们去现场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因为其实当天在现场鬼哥说 有可能是当时还在营业的时候 就已经有拜这个舞鬼 然后在招财这样子 招一些偏门的财 因为八大行业 我后来回来之后 我又把之前我们去的影片回放出来 欸 不对啊 是真的没有那个东西啊 因为其实已经隔了一年多了 所以当天鬼哥说 有可能是之前留下来 我就想说 那有可能是我们去的时候没看到 结果 我回来我回放了以前的影片 因为我每一次拍摄的影片 我都会放在硬碟里面 就这几年拍下来的影片档 至少就有这么厚 大概五六个硬碟 那我都会把它储存起来 就是方便以后要调阅资料 一年前去 没有这个 结果一年后来又出现了 那这样子会有一个依据 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建档 那确实 在我做一个交叉比对之后 发现 当时我跟金还有教头 去这个地方 是没有地板上的这个东西的 那鬼哥他就说 这个他算是无鬼斗 然后在现场 他就把它做一个处理 然后 在处理之前 鬼哥就叫丸子跟金去后面 那个厨房那边 因为我们这一次进去的地方 是从树重进去 然后从后门进来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 金跟丸子往后走的时候 那边都没有人喔 而且小贤是在我们这边 那就只有金跟丸子过去 结果他们的后面突然间碰一声 就丸子跟金两个人都吓到 那个我们进来的那个草叢那边 又发出声音 丸子就快速冲过去那边 就是要查看说 是不是到底有人 然后结果也没人 然后后来我跟鬼哥 还有小贤 我们就听到 丸子又大骂一声 我们就赶快走去后面找他们 看看发生什么事 那鬼哥也在三跟丸子确认说 所以有人吗 那丸子就说没有 就是真的都没有人 那这个的状况就是跟我 跟金还有教头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一样 就是一直有声音 感觉一直有人 可是就是都没有看到人 那就是非常的诡异 而且那个地方其实很偏僻 你说外面有小动物吗 其实真的都没有 因为如果说真的有动物的话 今天有人在左洞 狗一定会叫 可是当天 连一个狗叫声都完全是没有 所以就是非常的奇怪 很诡异 这部分就可以保留 让大家自己去想像 因为如果我说 这是灵体发出来的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讲的很怪力乱神 那确实我们在现场 真的是不断的 被这样子的声音 所惊吓 那这个要我们 当事人在现场 才可以感受到那种氛围 那后来鬼哥 就把柜台下面的那个舞鬼 先坐招请过来 就是 他们原本就在那边 那鬼哥把他们 从房间里面的各个空间 把他们招请过来 因为鬼哥说没有人祭拜之后 他们会在 这个空间里面游走 鬼哥就把蜡烛点亮 然后烧香 把他们招请过来 后来我的片段就到那个部分 就结束了 因为鬼哥后续在现场 还有做一些处理 甚至还把这个乌龟斗 带去到附近 我们开车又开了一段路 然后去到附近的海边 然后鬼哥在海边 把这个乌龟斗处理掉 这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到鬼哥的频道 那边去做观看 就是当天其实还蛮复杂的 我们是在现场处理完 然后又开车 把那个东西 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处理掉 这一次就是 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当天在现场的一些状况 以及跟大家 讨论说 一年多前去 确实真的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样子 跟大家讨论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可以知道说 之前 没有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 那中间这段过程 它的一个变化 那刚好 我的档案都有留下来 所以其实是可以做一个 延伸讨论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一个废弃的地点 在这个一年之间 或半年之间 其实它会产生 非常多的变化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跟大家做的 这一个后续讲解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就下个探险影片见吧 拜拜 下集完 下集完 大志